1995年,纽约起飞的客机,搭载57人,途经摆墓大时,神秘失踪 直到35年后,才重新出现在委内瑞垃圾场 机长却称,飞机仅飞行了三个小时 这是怎么回事?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 石条线索一家解密,大家好,我是十一 自古以来,灵异及幽灵事件不分国界、时间,总是人们好奇的热点 但我们今天所聊的泛美航空事件可不止这么简单 这在一定程度上,它更有可能是一种时空穿越 因为弹指一挥尖,它竟然跨越了35年 这次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跟随十一一起还原这起幽灵事件的惊人真相 1955年7月22日,自美国纽约起飞的泛美航空914航班 即将飞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 此次航班中,共载有4名机组成员和53名乘客 共计57人 机长约翰非常兴奋 因为飞完这趟航班回到迈阿密市后,就能与妻女团聚了 随着飞机引擎的轰鸣声越来越响 飞机已经具备了起飞的条件 怀着激动的心情,机长拉动了操作感 飞机顺利起飞 此刻塔台传来送别语 914航班一路顺风,平安归来 本次航班之旅拉开了序幕 可是飞机真的能平安归来吗? 起飞后不久 飞机顺利平稳地飞翔在上空 似乎整个旅程都看起来异常轻松 虽然在飞行期间遭遇过几次气流颠簸 但都被飞机平稳地度过了 此时塔台的雷达中 显示飞机的小点依旧在不停地闪烁 但这种安静祥和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 随着时间跨过的延长 不到半小时后 这趟航班竟然奇异地消失了 带着机组上的全部57名乘客 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雷达的视线范围内 地面的塔台工作人员看到这一情况后 瞬间慌了神 赶紧用无线电呼叫914 但另一头却传来一片盲音 没有任何声音出现 此时的地面塔台将全部的信息都搜集起来 准备联系搜救部门开始营救 正当搜救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时 却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那么搜救队发现914的踪迹了吗 关注时宜 我们继续往下说 914航班消失了30分钟后 救援队就已经出发 但是经过一天的地面和空中的沿路搜寻 都没有找到这趟航班的踪迹 更没有探寻到黑匣子的踪迹 如此诡异的失踪 让航空公司和美国当局都措手不及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搜寻力度 但是经过联合搜寻队多天查找 几乎查遍了航线的每一个空白区域 就是没有找到任何与914航班相关的痕迹 眼看着空中查找无望 会不会是坠落了 接下来地面搜索再次加大搜索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航班当中包含了一段大西洋的航线 这段航线的凶险程度难以想象 但是正因为当日天气晴朗 此次航班才出发 说这段路途凶险 主要是因为大西洋中存在着 骇人听闻的魔鬼 摆目大三角 这段航线特别凶险之处 主要存在于大西洋中 古往今来 凡被它的洋流卷入的过往船只 十有八九都会变得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 受洋流的影响 在其上空依然也有气流漩涡的存在 只要在此路线当中 经过的飞机被吸入此气流漩涡后 都将会受到气流影响而粉身碎骨 但这股来无影去无踪的气流 并不长时间持续性的存在 虽然经过此事件 此地已被列为航空航海的禁忌 如果据此论断 消失的泛美航班 真的是被魔鬼摆目大三角气流 卷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了吗 伴随着长时间的搜寻无果 泛美航空公司 只好为机上的全部57名成员 都办理了全额赔偿金 那么这57名无故消失的乘客 都去了哪里呢 别着急 关注时宜 咱们接着往下说 时间切换到1990年9月9日 也就是灾难发生整整35年后 南美委内瑞拉加拉斯加机场塔台控制中心 汤姆正在享受着这午后的阳光惬意 突然塔台雷达提示 有飞机非法入侵 正在悠闲地喝咖啡的汤姆有些疑惑 因为他们这是一家民用机场 来往的飞机并不太多 这周航班的来往航班表 汤姆早已烂熟于心 出于警惕 汤姆及时联系了 正准备降落在机场内的飞机机长 此时飞机内的机长对汤姆说 泛美914航班请求降落 听到这句话 汤姆心里咯噔一下 但出于对机上的人员安全考虑 他还是一脸疑惑地通知地面人员辅助飞机降落 并通知了地面上的相关安保人员 在飞机逐渐降落的过程中 汤姆突然发现 这是一架老式飞机 这种飞机虽然陈旧 但还并未被淘汰 当飞机降落后 机长再次联系塔台 并拒绝机组人员及乘客下机 他疑惑地问汤姆 这是什么地方 是迈阿密吗 为什么这和印象中的这么不同 汤姆也是疑惑地回答 这是委内瑞拉加拉斯加 机长差异极了 他说 我们从纽约起飞三小时后 到达迈阿密机场 现在时间刚刚好 1955年7月2日上午11点30分 虽然有点晚点 但我确信航线没有出错 听到如此描述的汤姆 大吃一惊 吃惊地喊起来 现在是1990年啊 机长 机长 汤姆正喊着 对方却没了声音 之前停在降落点的飞机 此时再次不顾机场安保的阻拦 歪歪妞妞地顺着航线再次起飞 并且很快消失在了空中 而塔台中的雷达 也没有再显示这架飞机的航线 于是这架幽灵航班再次诡异地消失了 此时汤姆只觉得后背一阵发凉 这种特别的感受 就像刚刚见到了幽灵一样 尽管此时晴空万里 天气炎热 汤姆还是从头冷到脚 那么这架声称范围914航班的客机 为何突然出现又消失 它到底是不是当年消失的范围914航班呢 关注十一 我们接着往下看 想要破解这起奇怪的空难事件 十一 现在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 范围914航班事件的整个时间线 此次时间发生的节点共有两个 一个是1955年 另一个是1990年 这期间相差35年 要知道 当时飞机飞越大西洋时 可能遭遇的不是一般的气流 因为如果是一般的气流的话 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恰好在半小时后 飞机就迅速消失的现象 最终 经过现代先进的技术探查后发现 其实在大西洋附近 有个遗骸存放点 这个地点常有船只残骸 以及飞机遗骸 也是坠毁飞机的主要存留地点 这个地点其实距离百目大并不远 虽然一直被猜测 与范围914航班坠毁有关 但限于当时的技术能力有限 危险区域并没有经过详细的搜寻 因此 如今虽然能够探查有遗骸存留于此 但并没有实质上的证据 因为此地常有气流和漩涡 坠入的遗骸也都在此慢慢的腐烂 多年来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沼气 而且这些特别的沼气 在经过发酵以后 已经慢慢的成为了海底当中 一种特殊存在的气流 如果船只在此遭遇到气流 将会瞬间被惊涛骇浪所吞没 成为现有海底残骸中孤独的一员 飞机也如此 在沼气上升的过程中 飞机遭遇到沼气上升的气流后 会在飞机的快速划过过程中点燃沼气 而导致飞机迅速发生爆炸 此时的飞机也将会被炸得面目全非 毫无生还的余力 基于这点 泛美914航班很有可能在飞越大西洋时就已经损毁 那么这趟诡异的幽灵航班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在查验过泛美航空公司后 就不难发现这个谎言的漏洞 因为泛美航空公司早在1990年就已经宣布破产了 这期间飞机航班更是被如数淘汰掉 而关于恒定在1955年那个起飞的日子 虽然当时泛美航空曾经很辉煌 但是据调查在50年代至70年代 泛美航空公司只经营海外业务 并没有经营美国政府管制之下的国内航空业务 美国国内航线由联合航空公司 西北航空公司 大陆航空公司等运营 一直到1979年 美国解除空运管制法案 泛美航空公司申请国内航线的申请才得到批准 由此可见 从1955年纽约飞到迈阿密的航班 其实是一种夺人眼球的谎言 而这次的泛美航空幽领事件 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无稽之谈 当谎言被戳穿以后 是无尽的探满与怀疑 但其实深究起来 推动这种谎言成为现实的 却是我们对未来领域的探索和好奇 正是这种好奇的存在 才让我们的科技发展和进步 成为了一种新的可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经过以上详细的分析 你认为关于泛美航空事件 是一个谎言 还是美国当局 对时空穿梭存在的隐瞒呢 欢迎给十一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最后别忘记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